遙控直升機以特技表演的方式 在空曠的場地飛翔 高難度的動作也讓在場的玩家們 豎起大拇指按讚 這是一群航空模型玩家們 每個週末在頭前夕固定的聚會 同時他們也為了推廣正確的空拍觀念 在2號上午舉行了協會成立大會 並進行了首屆里堅式的選舉 期盼愛好以及對航空模型有興趣的民眾 有一個正確的操作觀念 協會成立的目的 在推廣航空模型運動 讓它健康化 安全化 合理化 教導很多入門的入門者 他們不懂 對 入門的飛友 他們不懂什麼是正確的飛行概念 那一方面呢 除了正確的飛行的知識之外 那另外我們還提供保險的服務 每位飛友必須要加入保險 那以便之後發生任何一點意外的時候 我們有保險可以幫忙的 處理我們這種後續的問題 任何飛行器 嚴禁飛到人群上空 那嚴禁穿越各種交通要道 所以我們會在這個空曠的場地做一個飛行性的運動 這就是在這種安全的基本前提之下 對 這最基本的 材料航空器材啊都是由我們台灣自行廠商研發的 甚至於國外有很多的愛好者 所以說我們國家應該要多發展一些航空事業 然後對我們這些飛友有一些場地啦 還有一些安全的一些觀念都應該要有很大的輔助 危在頭前溪的飛行場域是許多飛友每到假日都會聚集切磋技巧的所在地 飛友們也希望透過協會的成立能夠爭取到更多合法的空間飛行 在協會的成立大會上許多議員也到場響應航空模型的運動 並希望透過更多正確的觀念使用航空設備 忠告的話就是一定要先使用模擬器飛行 然後到基本的你可以操作它 甚至把GPS關掉 不用GPS定位的飛行 你可以控制它可以操作它 然後你這樣子才是最保險的狀態下 因為畢竟現在初學者拿到就是靠那個 他本身的GPS定位的飛行 所以萬一這個GPS失效的話 那很有可能就是造成它樓空的狀態 它會不知道會往哪裡去 就是會造成意外這樣子 新竹市航空模型協會在成立大會上 五六十位的飛友們到場支持這項航模運動的推廣 也希望透過正確的技巧和觀念 在安全的前提下讓更多民眾了解遙控飛行的樂趣 改播新竹萬石聯採訪報導